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卡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在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在本週五的晚上十點鐘 緊張登場的全新地獄集 愛惡作劇的仙將們的關卡資訊 好 大家如果說想要看到我在直播中 用什麼隊伍去通關這次的地獄集的話 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們想看的隊伍 那我們在直播中就會一一的來嘗試 那我們就話不說說 直接來為大家介紹本週的地獄集 好 那本週地獄集算是偏簡單的 畢竟上一週也蠻難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為大家介紹了 第一關是手消武康 越攻越強加上中石盾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先解決到左邊這個越攻越強之後 留下右邊這個CD2來洗技能 那洗技能的話你也可以不用去理那個紅綠燈 那所以第一關你就可以這個洗好洗滿所有的技能啦 那第二關也是也可以讓你洗啦 因為他的技能也不是很複雜 就是不能手消新珠 那你可以疊個珠 依然是可以回血 不過他的傷害就比較高了 CD1是來到2萬5 所以就比較不適合洗技能 好 那第三關是擴散燃燒 這也還好 不過他CD2也差大 也差大2萬6 所以這邊也是可以慢慢打的部分 不過第四關開始就是比較複雜一些盾牌了 首先是水攻盾 冰凍微塵 然後非泉水的話 技能重置 所以如果你不是泉水的話 基本上在前面洗技能也沒有意義 就直接來到這一關好了 他是CD1 1萬8的一個攻擊力 不過他這個會冰凍 冰凍微塵 這是很麻煩的 這其實有幾個方式可以去解 第一個就是你用泉水的配置嘛 你就可以直接開技能解決掉 第二種就是你可以帶那種 嗯 繼承版面的 像是你先開整版的種族珠 然後再開尼克複製版面 那種也是可以去運用的部分 所以總而言之 有蠻多方法都可以直接的解決掉這個冰凍珠的部分 那如果冰凍珠一旦被解決的話 你可以消珠 其實這邊你就可以開控場龍科 或是每回回血 只要你能夠擋住這1萬8的攻擊 都可以在這邊慢慢的吸技能或磨都可以 好 再來第二關也是水公盾喔 連續兩回的水公盾 那不過他有多一個三鼠盾 以及無視減傷 那三鼠盾他這沒有帶強化的 就還好普通 所以這邊只要注意不要小到光暗珠盾 在這邊甚至慢慢磨也可以 不過他攻擊力算是前期來講 最高的而且是無視減傷的部分 等於說你沒有減傷你的實力想要到3萬7 才能跟他對磨 不然就是要一盒之內帶走他 他本身是1億2的血量也不算太多 很普通 然後第五關是先攻 不過這個先攻是沒有無視減傷的 也就意味著你的 隊伍中本身有減傷就可以擋下來 不過沒有減傷的話 你的實力血量要到6萬8 是非常考驗血量的一個關卡 然後他們是火禁銷 然後並且會幫你轉火珠 不過好在他是4d2 4d2的話 這個火珠一開始幫你轉的話 還是會留著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帶一個炸板 或是把火珠轉掉的角色卡 會是比較好的 好來第六關這裡是3顆石化1000倍 這個9萬的攻擊怎麼一關比一關很高 不過好險他是3回合 所以這邊應該也不太會被他打到 就還好就把他解決掉就行了 好來王冠有兩條血條 第一個是突擊3萬4 這個6萬多的先攻能夠過的話 這突擊應該也就還好 不過重點是他是25% 也就意味著你要慢慢的打他嗎 然後敵鼠 喔不對不對 他這個是說你碰到會扣25%血量 理解錯誤 好敵鼠的強化初級拼圖盾 重點是在這個拼圖盾 然後又不能手消火 所以如果說他是火屬的話 不能手消火 就等於是你完全不能解這盾牌 也就意味著你一定要帶一個 控場的角色 當然還是有幫他解啦 用疊住的方式 但我想大家應該不會想要 用疊住去拼拼圖盾 還是太傷腦了 所以這邊還是乖乖的帶一個 把敵方轉屬的角色卡 會是比較實用的 好那來王冠的第二條血條 叫CD1 敵方是轉暗 然後重置技能 哇塞 各種重置技能 所以還是要帶一個跨回合的 那個增傷 比如像水龍使這一種 會是比較好的 不然就帶常駐增傷 像是山屋之類的 才能過 他說獵魔 然後燃燒軌跡跟暗禁消 只要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基本上這個血量也沒有破億 所以 隨便帶一個常駐增傷 現在的一線隊來講 應該都可以輕鬆的去過 好 大概是這一次的所有的關卡資訊 幫大家統整一下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一定要注意的是 這個王冠第一條血條的拼圖盾 你是必須帶轉屬的 你才有辦法比較輕鬆過 第二個的話 是這個先攻六萬八 這個部分 你要擋下來 這是他這個關卡中最高傷害的地方 還有第三個就是 這個第四條血條的 兩個水公盾 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以泉水為主的配置 如果沒辦法泉水的話 就注意看可不可以 帶跨回合 轉種族 整版種族族版面的角色卡 才可以解決這個冰冰凍圍城 不然就是吃一顆石頭而已 對 那要記得 無論是你怎麼組隊 你隊員中一定要能夠打出 水屬性攻擊的角色 才有辦法通關 好 大概是這三個要注意到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以上就是這次的地獄集 老實講 嗯 說簡單嗎 就是有蠻多做球的部分 要注意到就還好 整體難度算是不高 要求手轉部分 沒有那麼多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別忘了我們在 呃 稍後9點半的時候會搶先的 來為大家做直播 所以說想看到什麼隊伍的話 也別忘了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好 那我們就稍後9點半再見囉 謝謝大家 大家 掰掰